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韓國瑜購買的南港豪宅 銀行大約能貸款七到八成 每個月要背二十多萬元房貸 直言韓國瑜把買房當投資 找機會再轉賣 他擺明的就是要炒房 就是要 我不能講炒房這兩個字 恭喜各位要選一個炒房總統 恭喜各位 嘲諷韓國瑜是炒房總統 立刻有粉絲跳出來護航 刷留言反向黃國昌 房子也很多 屬我房子很多人 腦袋是有洞 他們就是有洞 子惠你有去過我家嗎 他們就是有洞 我告訴你 我家長起來看什麼 長得像什麼樣子 就是我爸爸以前年輕的時候 他自己蓋了一棟土天 我跟我們爸爸現在躺在裡面 講到無奈搖頭 黃國昌說重話回擊 這回難得在銅框館長 也呼籲年輕人要把握二零二零 他就去演給這些會投票的人看 然後演給這些 你最討厭的這些投資客 這些富商 這些建商 然後又在那邊 我投票不出來投了 應該是有一個聲音 它是一個力量很大 你們年輕人自己應該要自救 從韓國瑜聊到居住正義 要年輕人站出來用選票改變未來 三連新聞無關與曾家宣 特別報導